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猴子學藥 有一個 同學有一個老爺爺 那個老爺爺做了很多草農 去賣 他叫到街上去賣 他走了半路 又累了 他就在這樹下休息 把草農房在身邊 不小心的就睡著了 這時候 有一些猴子 那些猴子 看見老爺爺帶了一個帽子在睡覺 他們就拿了一個帽子 他們很開心 你看我 我看你 把老爺爺吵醒了 老爺爺一看 他 帽子不見了 他就 他 看了看去 但是沒有找到 他 一抬頭 他就看見了 很多猴子戴著他的帽子 他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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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生氣的說 你們這些猴子 快把我的帽子還給我 那些猴子 學了 老爺爺的樣子 很生氣的 老爺爺想了一個辦法 他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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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說 你 猴子們 如果你 給 如果你 把我的帽子還給我 我就會給你們這些 香蕉 容易 把香蕉給猴子 但是猴子沒有 把帽子還給了 老爺爺 老爺爺 但 神奇了 他 很 著急 他就 他就 把 他就把 他帽子 上的 把頭上的帽子 摔下來 做他的 頭 猴子們也把他們的帽子 摔下來 抓他們的頭 他們 老爺爺 才 發現 猴子在 猴子在學他 他 他 想了一個辦法 把帽子 摔下來 丟在地上 說 我不要這個帽子了 猴子 把帽子 帶下來 丟在地上 老爺爺 趕快把帽子 從地上拿起來 放在 蛋子裡面 去賣了 我的公司獎牌 謝謝 來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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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